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8月29日 今天是星期一 這節繼續跟大家說一節就是 跟國內新聞相關的事項 也算是國情新聞 這個要講的人物 大家都很熟悉 叫做 戰狼外交部發言人 趙立堅 據說近日 趙立堅 出場的機會就是減少 原因很簡單 首先 戰狼外交不需要靠趙立堅一個人 肩負大局 有萬千 解放軍 以及 萬千的中國大陸 黨軍 官員出來做這個戰狼 換句話說 趙立堅的嘴炮 未必在佩洛西訪問台灣的時候 及得上 一眾就是出來說三道四的人 尤其是那些根本不在沿岸 戰區的那些解放軍 軍官 將領 跟你說 要動員 要練兵 所以在習近平的年代 中國大陸無論是 民間還是官場 都充滿著 大量的戰狼 趙立堅 也只是一個 乘著這樣的時勢 就是 乘時而起 成為外交部發言人 這個相關的外交部發言人 近來 就是有 不斷地有大量的負面新聞困擾 早前就已經有新聞傳 就說趙立堅 就是涉嫌打老婆 後來亦都被診斷出 說他 情緒有問題 Bipolar 他又叫 雙相情緒障礙症 最近又傳出 又是內地傳出 又是內地傳出 說他的侄女 那 就是叫做情神 英文名字叫做 Sabina Sabina 涉嫌就是高調懸腐 還要在疫情期間 所以一句就說了 趙立堅 這隻戰狼 可以說得上是負面新聞不斷 我們這一節一起探討到底這次有甚麼 我們繼續說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按LIKE 用社交媒體 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升旗易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後備頻道 星期二新聞集團 好 繼續誠意邀請大家 經濟能力許可我你 希望你訂閱Patreon支持我們 我們也知道香港現在時勢艱難 所以我們 我們也請大家多些運用免費模式 別勉強 你真的 結據或是任何原因 你就用免費模式 千萬不要覺得 欠了 又或者覺得 不好意思 沒關係的 我們免費模式是我們其中一個 營運模式來的 所以 放膽 幫我們 打開 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有時間手動點擊 我們 我們 很希望跟聽眾 再說多次 在一起 同一陣線 所以我們 的確跟 外面大部分的 相關營運機構也不相同 我們從來 都沒有當我們的聽眾和支持者是客戶來的 所以希望大家努力一點 用多些免費模式支持 我們繼續回來研究趙立堅 講開一個題外話 剛才說的痛擊藍絲 我們知道有很多就是藍絲聽眾 藍絲聽眾 不想被人痛擊 其實很簡單的 你只要不想被痛擊 你不要成為藍絲就行了 這個世界 雖然 香港好像只有黃絲和藍絲 其實 可以局部地容許你 就是非黃絲非藍絲 只要你 沒有支持過香港警察 沒有支持過香港政府 沒有繼續支持他們 來到今天 那麼 可能你 不是黃絲 但是嚴格來說 你也不是藍絲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始終的時間 在2019年過來 現在就過了三年 我們是要cater for那些 要容許有人 中間我不支持香港政府 但是我2019年的時候 真的沒有站在香港人身邊 我真的不是黃絲 我這個時間 我又不支持警察 又不支持港共政府 甚至乎 慢慢開始 支持你們 但是我又不想界定自己是黃絲 我們應該理論上是容許這樣的存在 而實際上也真的有這樣的人 所以 按照定義 理論上他們真的不可以算是在2019年支持政府的藍絲 大前提很簡單 或者再簡化一點 總之 你在任何時刻 不支持香港警察 不支持香港港共政府 不支持中共 勉強放過你 不當你是藍絲 我們回來研究趙立堅 這個黃藍問題 遲些再討論 中國內地網絡就封傳這個趙立堅的侄女 叫做情臣 英文就叫Sapina 說她高調懸賦 在疫情期間 她的疫情期間 永遠都是疫情期間 已經持續了兩年多 說在疫情期間 這個Sapina 在中國銀行 忽然之間 一日 就多了8000萬人民幣 她就說是在2021年 轉賬這個叫做紅包 接近 就是過千萬人民幣 相關的消息 在內地的網絡上面就是曝光 以及封傳 結果 封傳了一陣 相關她的侄女 的這個 抖音帳號 就是被人 徹底刪除戶口 內容清零 外界對這件事相當關注 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 原來 就是Twitter帳戶 指微聲明 這個Twitter帳戶就爆料 指趙立堅的 侄女 在網上就是炫耀這個財富 她的原副日子是2021年4月份的時候 她的中國銀行 帳戶 忽然之間 一日之內有幾條數進入 一條數是 5384萬 一條數是 72萬 一條數是 1744萬人民幣 一天忽然之間就入錢 入足了 8000多萬人民幣 就在帳戶裏面 就算是香港也好 就算少一個零 數也不是小 8000多萬人民幣 就算是香港 這個絕對都是天文數字來的 絕大多數普通市民 都不會 有這樣的身家 可能一輩子 真的打一份工 儲賣儲賣 都不會有這樣的數字 這樣的情況之下 趙立堅 侄女 居然在疫情期間 就在懸富 而這些錢很明顯 肯定不是正常的錢來的 在中國大陸 是不會有人正常做生意發達的 只有 跟官員勾結 錢是怎麼來的 中國大陸 民資民高 國內當官 有特權 只有你可以做生意 甚至乎他們做官 收賄款 就會有那麼多錢 正常人做生意也好 正常人打工 普通小市民 有甚麼可能 會有這樣的財富呢 更加 財富不會在一天之內 這樣產生 當然無論他那條數字怎麼來也好 自己戶口打給自己 自己戶口打給自己的問題是一樣的 為甚麼你另外戶口有八千多萬呢 當然我們也不是說你有錢就一定是不知怎麼得來的 但這個是中國大陸來的 他還要 趙立堅的侄女 趙立堅 近年 做這個戰狼外交官 在上位 最好笑就是你內地人民 有幾億人 月收入 一千元人民幣也不夠 所以你說中國大陸的堅尼系數 你說多好笑 這個地方 才是堅尼系數冠軍 中國內地的貧富懸殊差距 去到令人發指的地步 這些都是好事來的 為甚麼會立即刪除呢 因為這場是中共公關災難 任何官員 懸賦 對於這個 中共管治也不是一件好事 就是他說了給 內地人 做權貴 就是代表他們將國家的所有財富 集中在他們自己手上 所以中共的官場 說跟你要打擊貪腹 你猜他真的要跟你打擊貪腹嗎 他打擊貪腹的時候 把那些財富放上網 給國內人看到 所以 他的所謂打擊貪腹 你來來去去就是禁止你把相關的訊息 發布上內地的互聯網 這個就是事實的真相 所以再說一次 無論你基於任何原因 無論你2019年 有沒有參與時代革命也好 有沒有支持香港人也好 你沒有理由 去支持這個紅色政權 以及這班 紅色政權裏面的貪官 其實 你要尋求的 一定是政治的改變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裡